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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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干娘这样 程氏飞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亲人要离开一样 好难过 不要担心啊 干婆婆人那么好 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希望是这样了 那我们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再来看干婆婆 飞儿 飞儿 你们来了 干娘 飞儿和云罗来看你来了 真乖 干娘 你是飞儿的干娘 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丑啊 不 你仍然很漂亮的 你比云罗还要漂亮十倍呢 对对对 干婆婆 一点都没变 比云罗还漂亮 郡主什么时候学的跟飞儿一样 会逗人开心了 没有 我没有撒谎 我说的是实话 神侯和海棠 已经出去找那个天相斗寇了 听说好像已经找到了 干娘 你一定会吉人天相度过这个难关的 别再骗我了 第三颗天相斗寇 早已不知所踪 如果神侯真的能找到 又怎么会等到今日今时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总有一死 我醒了之后 上天可以让我认识你们两个 整天到我那么开心 就算是死 也不要紧的 干娘你别胡说了 你不会死的 是啊 干婆婆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好休息好不好 是啊 我们不打扰你休息了 别走 我很想笑 你们留下来 说些笑话给我听好不好 好啊 干娘你想听笑话啊 就算我说上三五年 我都愿意说给你听啊 飞儿你有那么多的笑话 有啊 当然有了 不知有多少呢 随便说一说 就有十个八个呢 来我先说第一个啊 从前啊有一个农夫 他是一个种菜的 而且呢他是一个笼子 飞儿 对不起 娘亲本想告诉你 你便是素心的亲儿子 可是素心不忍心看着飞儿 刚知道谁是亲娘 便又要看着亲娘离开人世 飞儿 娘亲也舍不得离开飞儿啊 为什么找不到 为什么一直找不到 能不能找到啊 义父 为什么找不到 你稍安勿躁 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义父 我给你们时间 那老天给不给素心时间呢 禀告神侯 有圣旨到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 即令铁胆神侯入宫 详情报告护龙山庄 与东厂大太监曹政纯自尽之事 不得延误 轻此 谢主隆恩 神侯有劳 告辞 你们快找啊 义父 你要马上进宫吧 去是一定要去的 可为什么平平在这个时候 找我进宫啊 这里怎么办 你放心吧义父 这儿就交给我和大哥 我们会不眠不休地去找的 那就辛苦你们了 大哥 我有点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皇上的真面目 他并非我们想象中 那么昏庸无能 相反 他有极高的眼界和智慧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竭力平衡东厂 与护龙山庄之间的力量 但现在 形势已经峰回路转 动场败在我们手中 我恐怕皇上 不会让我们一桩毒大 可现在义父已经打败了曹正淳 他还会像以前那样 逆来顺受吗 就是这样 我心里更加担心 以前三方制衡 可以借力打力 化解冲突 但现在 只剩下两虎 我恐怕 会产生更大的摩擦 海棠 这次回来 你变了 除了 我将尊丶 你变了 尊丶 我也要 我 你还是把你追 看下来 陈向你 我 完全 你 有这么多扬事 曹政纯早有谋反之心 他的两个手下落实夫妇 已经招供 而且我派去的卧底铁爪飞鹰 也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已经交给了副大学士在研究 曹政纯身为内侍 竟然搜刮民之民高 中饱私囊 我想这一次一定要抄他的家 皇叔既然知道他这么多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禀报朕 皇上 本王一向中军爱国 但是皇上利用其他组织和势力 牵制护隆山庄 所以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本王当然不会轻举妄动 就算再笨的人也懂得自保 大胆 你分别再说这 皇叔应该知道 顶状镇是何等罪过 皇上 请恕本王顶状 那龟海一刀杀死国舅一事 查明真相没 本王还没有找到龟海一刀 那你都在干些什么呢 疗伤 曹政纯要杀我 虽然武功在我之下 被我自卫杀了他 但这场恶斗 也令本王受了重伤 所以要疗养 可朕实在看不出 皇叔是受了伤的样子 一个内力深厚的人 就算受了重伤 也能够行动自主 不过他就会经脉错乱 内息不均 只有长时间地运动疗伤 皇上非学武之人 不了解也是情有可原 至于龟海一刀 说他杀了很多人 只不过是曹政纯的片面之词 没有真凭实据 也没有人亲眼见到 他来到护龙山庄 虽然伤了一些人 但是没有杀人 所以本王觉得 应该另有内情 你的意思是 那些人不是龟海一刀杀的 至少国舅不是他杀的 证据呢 本王一定会带足够的证据 和一刀回来复命 好 那皇叔 还是早点回去养伤吧 多谢皇上关心 老箭巨狂 义父 义父 怎么样 我和大哥连夜研究了上千宗卷 终于发现了蛛丝麻将 真的 快点告诉我 宗卷上记载 当年塞外小国天香国 送来的三颗 能够起死回生的天香豆蔻 先皇把一颗赠给了义父 另一颗赠给了太后 据天涯和海棠推断 赠太后的那一颗 就是曹政纯日后 在给义父的那一颗 至于曹政纯 是如何得来的 还不得而知 我想曹政纯一定是 从太后那里偷来的 天香豆蔻 是先皇御赐的真品 太后失去它 又怕先皇责备 所以一直没将这件事 说出来 可是 第三颗天香豆蔻呢 关于第三颗天香豆蔻 卷宗里面没有提过 只字片言 可你们说查到了 蛛丝马迹 天涯跟海棠分析 当年先皇把天香豆蔻 赠给身边最亲密的人 一人是义父 另一人是太后 那么有幸得到 先皇赏赐的第三个人 会是谁呢 当然是当年皇兄 最宠爱的淑妃 但淑妃早已经病逝 就算第三颗天香豆蔻 在他身上也无法得知了 不过 如果从其他方面推敲的话 也有可能找到他的下落 不错 宗卷上还有记载 当年淑妃病危时 先皇曾经很紧张地 到处寻找一颗夜明珠的下落 于是我们就想 淑妃病危 为什么先皇不陪在他的身边 反而去找一颗夜明珠的下落 其中必有内情 你们的意思是说 当年皇兄 把第三颗天香豆蔻 藏在夜明珠里面 所以当淑妃病危的时候 他就急于找这个夜明珠来救淑妃 你们的推断也不是没有道理 淑妃为人善良 皇兄把一颗藏要天香豆蔻的夜明珠送给他 这件事一直没告诉别人 就是不想其他的妃子嫉妒 虽然先皇是用心良苦 但是我想他猜不到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反而害了淑妃 当年淑妃病入膏肓 已经不能言语 所以他无法说出那颗夜明珠的下落 那么第三颗天香豆蔻究竟去了哪呢 淑妃在宫中 没有什么贵中密友 却对云罗郡主爱护有加 所以你想 淑妃会不会把夜明珠送给郡主了呢 你们怀疑 那颗夜明珠在云罗身上 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 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 淑妃 这件事关系到肃心姐姐的生死 云罗 你一定要想清楚 淑妃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 历年收的礼物这么多 我怎么记得 怎么样 想起来没有 不如让她冷静地想一下 这样催促她她反而想不出来的 云罗 时间不多 肃心姐不能再等了 我想起来了 淑妃当年好像送了一颗明珠给我 就 就是那颗人鱼小明珠啊 人鱼小明珠 肯定是 那么义父 现在这颗人鱼小明珠如何处理 焦黄鬼赢了郡主 这颗珠是太后所赐的 不可以随意带出宫 或者任意变卖 那颗人鱼小明珠 不是太后送给郡主的吗 那个时候 书非说不能说是她送的 所以啊 我就只好说母后送的 那么那颗人鱼小明珠呢 我把它镶在同室上面 怕她到处乱滚 快把那颗人鱼小明珠给我 怎么样 找到没有 小奴 有没有找到啊 没有啊 不会 不会弄丢吧 再好好想想 我想到了 找到了 可是 找到了也没用啊 怎么 因为 可能是香的不牢固吧 那颗人鱼小明珠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知道去了哪里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啊 我哪知道里面 会有一颗天香豆蔻吗 好了 别着急 慢慢想一想 究竟是香好了 拿回来之后就不见了 还是拿回来之前 就已经不见了呢 我看 应该是拿回来之后 才不见的 因为我记得 小三子告诉我 那明珠的香托 不是太稳固 叫我小心放好呢 而且拿回来之后 我就再也没带过它 那这么说 这颗明珠 应该还在房间里面 那 那我们再找找吧 啊 etrical and beautiful 啊 嗯 皇叔 我累了 我的脚就像装了铅块儿一样 走不动了嘛 那你就不要找了 我自己找好了 郡主 你肚子饿不饿啊 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你说我觉得饿了 黄叔 你呢 我不饿 我哪有心情吃东西 那小农马上叫玉厨弄点东西 拿过来给你吃好不好 去去去 不行 不能叫玉厨带东西进来 你们要吃到外面去吃 从现在开始 不准任何人走进来半步 直到找到人鱼小明珠为止 谁这么大胆呢 连本骏马都不给我追 神后大人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海棠 对不起啊 哇 怎么叫这些珍珠磨得这么碎啊 想吃珍珠磨也不用磨得这么多吧 好贵的呀 我们在找人鱼小明珠啊 是啊 原来第三颗天香豆蔻 在人鱼小明珠里面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 这个地方这么大 如果要找人鱼小明珠 的确是要花时间的 我这个郡主老婆呢 她的珠宝玉器 没有一千也有几百 用完了之后呢 又可以随便丢 不收拾的话的确是很难找的 不过呢 本骏马爷聪明过人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找出来 程世费 你不要吹牛皮 是啊 这个天香豆蔻是用来救苏欣姐姐的 知道 郡主老婆 你有没有胆量跟我赌一赌 如果我在一晚之内找到了人鱼小明珠 我要你为我做七天的足底按摩 做足七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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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到办法的话 我不只帮你按摩七天 我帮你按摩七个月 一样未定 我想问一问 那颗人鱼小明珠 是不是在夜里发光的呀 是啊 愚者千里必有一得 你说得不错 这就是说 把这个寝室所有的窗户 都用黑布封住 在寝室里会发光的 就是人鱼小明珠 郡主老婆 你看时候都在夸奖我 你怎么不夸奖我呢 哈喽这样吧 云罗 你肚子饿了先吃东西 小奴 你叫几个太监来封窗子 你叫几个太监来封窗子 去吃东西了 嗯 那边那边 好 这边 郡主老婆 你是输定了 你要帮我做足底按摩了 郡主老婆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发光的明珠 我也不知道啊 快找那颗人鱼小明珠 是 郑之妃 你不是跟我赌一个晚上就可以找到人鱼小明珠吗 郡主老婆 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么多颗明珠里面到底有没有一颗是那个人鱼小明珠呢 难道是天意 是天意 是天意 要苏星没得救 郡主老婆 我想去看一看干娘看看她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喂喂喂 你输了就想溜啊 好了 让她去吧 郑之妃 如果苏星有什么变化立即通知本王 是 身后 嗯 嗯 你再想想想 除了警示之外 人鱼小明珠还会放在哪儿 你想不到啊 小奴姐姐 谁啊 是小文吗 小奴姐姐 你看这只猫是不是郡主养的 她好像病了 前几天便躲在珠妃的床底下 一动也不动 小臂喂她鲜鱼和奶 她什么都不吃 你这只小猫太顽皮了吧 到处乱跑 怎么教也教不好 谢谢你啊小文 你们看 为什么用不盖住这只猫会发光呢 郡主啊 这只猫会不会把人鱼小明珠给吞进去了 哦原来是你吞进去的 怪不得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干娘娘病情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干娘喝了这些药 喝了药病情就好了 神侯呢 她再去找那第三颗豆蔻呢 神侯她 不会找到了 神侯这么神通广大 一定可以找到的 干娘娘放心好了 来喝药了啊 大夫这些药只是了尽心意的 不用再安慰我了 你 其实 可以在临死之前 多一点见神侯 多一点见到飞儿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干娘别乱讲话 你会长命百岁的 没事吧 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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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找到第三颗天香豆蔻了 真的找到了 大夫 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这五千七逢二离 这气味跟上次素心姑娘吃的是一样的呀 身后相信这颗是真的天香豆蔻 啊 快给干娘扶下吧 素心 快点扶下这颗天香豆蔻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五十 我觉得心里好热 好像一团火烧出来一样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素心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脉象越来越弱呢 会不会这颗天香豆蔻是假的 不会假 不会是假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奇怪 素心 老夫看病看了五十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 素心有什么奇怪的 天香豆蔻只有三颗 你有没有见过其他人吃过呀 这个我倒还没有见过 啊 素心 素心 你怎么了 素心 大夫怎么样 为什么他又没有了脉象 没脉象 没脉象就是死人一个 素心 你不能死啊 你不能死啊 干娘 你吃了第三颗天香豆蔻 你要长病百岁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的 我要把毕生的真气都输给你 啊 阿山好 为什么还是没有脉象 会不会是假死啊 不会的 他没有道理会这样啊 让我来 大夫 你立刻开个药方 和救救素心 你说老夫无能为力呀 我不管 你立刻开药方救素心 老夫根本不明白 素心姑娘为什么全无脉象 你叫我怎么开方呢 既无法断证 我又怎么能对症下药呢 你们救活素心 我杀了你 神侯 你少安勿躁 你开不开药方 神侯 你就是杀了老夫 老夫也无能为力呀 来人 将这个老匹夫 滚到监牢里 如果不开药方 救活素心的话 就让他死在监牢里 神侯 饶命啊 饶命啊 神侯你不能不讲理啊 苏星 苏星 不行了不行了 看娘完全没有脉象 像死了一样啊 你和义父轮流给她 输了十个时辰真气 苏星姑娘还是没有反应吗 真是白输了 郑士妃你好可怜哪 好啊 海棠 我们去帮忙 不要进去了 她现在很生气 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还把那个赛神医给收奸了 你们不要去打扰神侯了 大哥 你成是非的金刚不坏神功 都帮不了忙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难道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 这也不是的 不如把你们的真气呢 都输给我 也算你们出了一份力了 苏星 对不起 我已经没有真气可以输给你了 你看 虽然像是死了 但还是那么妩媚 二十年前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心便被你绑住了 我没多见你一次 和你说一次话 我就会 越来越喜欢你 越觉得 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我曾经发过誓 无论怎样艰难 我也要娶你为妻 我要和你摆头泄露 这二十年来 你躺在天池冰冻里 我没有一天 能停止对你的思念 我受先皇所托 成立护龙山庄 受尽多少贤气 费了多少功夫 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料网 目的就是要找到天性斗寇 救苏星一命 还有 甘心被曹正春凌辱 我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就算用天餐折磨我 我都可以忍受 你怎么能再让他离开我 怎么可以再让他离开我 老天爷 我愿意折兽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来换回苏星一条命 苏星 你真的死了吗 你怎么会死呢 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这二十年来 我不怕任何的艰难困固 是因为还有一个希望 我希望 有朝一日能和你做夫妻 但是 但是你就这样离开我 留下我古灵灵一个人 我还有什么指望 或者还有什么意思 苏星 我找到一条路 我还没想到 我才能说 我还是很想到 你来一个想法 我也是一条路 我可以离开我 我也是一条路 我也是一条路 你还没想到 我可以离开我 我可以离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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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顽皮吃干娘的豆腐啊 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的 她都不吃我的豆腐 我怎么不吃啊 干娘你知道吗 前天晚上郡主老婆弄了这么大一碗麻婆豆腐 让我吃完了才去睡觉呢 郡主可为你下厨 是你的福气啊 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呢 她都不夸我 你吃醋了吧 我没有 别说这么多了 请上船 我已经吩咐天下第一厨弄了不少点心 我们边吃边聊吧 好啊 走 各位 请随便啊 尝尝这个点心 非常好吃 沈侯 这个点心可是有名堂的 叫连凤和鸣 是用遮骨鸡鸳鸯最嫩的肉混合弄成的 是天下一第一厨自创的点心 好名堂 好彩头啊 来来来 老婆尝尝啊 苏星 你这次能够身体完全康复 本王敬你一杯 谢谢沈侯 大家一起干杯 好 干杯 来 干 本王今天约大家来 不单单是为了赴宴 而是有一个喜讯要宣布 什么喜讯啊 义父 不要说不要说让我来猜咋 沈侯要娶干娘为老婆是不是啊 沈侍妃 你不要胡说八道 当年先皇有御旨不许娶干婆婆 皇叔怎么会娶干婆婆呢 没有错 沈侍妃没有胡说八道 我的确要以肃心成性 皇叔 怎么 你们不为本王高兴吗 高兴 高兴得都来不及了 恭喜沈侯与干娘白头偕老 白子千孙 恭喜你 义父 好 沈侯 反正我跟海棠的喜宴 也在筹备当中 如果沈侯与肃心皇妃 二人的喜事如果敢得及 我们大可求个双喜临门 到时这是一大盛事 正如云罗刚刚所说 先皇曾经不准我与肃心玩婚 所以这次我要再向皇上提出 皇上也绝不会轻易的硬仗 不如先喝你那一杯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来 祝沈侯与肃心姑娘婚事顺利 我们干杯 多谢 多谢 苏星 自打从万三千船上回来以后 你就一直闷闷不乐 没有啊 我今天很高兴 你是不是因为当中 公布我们的婚事之前 没有跟你说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最杀风景的 就是那个云罗丫头 不是 其实郡主说的话没有错 当年先皇反对我们的婚事 当今皇上 又怎敢忤逆先皇的旨意 让我们成婚呢 此一时彼一时 当年 我只是一个小小十三王子 而且是庶处 先皇有什么决定 本王不能不从 也不敢不从 但是今天 我是皇上的亲叔叔 而且掌管着护龙山庄 东厂 在曹政纯死了之后 也势必解体 我在朝中 也是一注晴天 皇上也要给我三分情面吧 你说皇上 不会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皇上心里也许会反对 但绝对不敢明言 我已经将奏折 呈了上去 明天一早 我就要皇上亲口批准我们的婚事 并且册封你为妃 苏星 除非你不愿意下架本王 怎么会呢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好 既然如此 我可以告诉你 上天下地 再没有任何人 可以阻止这门婚事 即使是有神佛阻拦 那本王也要诸神杀佛 不是 你这个神态 我二十年前见过 二十年前 就是你奉先皇之命 去追杀三通的时候 苏星 不要胡思乱想 明天本王要上造巢 你早点休息 义父要和苏星姑娘成亲 也算得上苏远得偿 本来这是一桩美事 但是大哥 这半个月以来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 是一种直觉 而且令我很不开心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说出来会舒服点 我觉得 曹正纯死以后 很多事都和以前不同了 当然不同了 据监复诸 没有了他再把持朝政 四海生平 是国家有福了 本来就是 可是 一直以来 我们都以义父 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他的言行举止 一直是我们的榜样 他的命令 我们无不服从 可是现在 我觉得义父 跟以前不同了 有何不同 是他的眼神 跟以前不一样了 尤其是今天 云罗很貌视地说出 先皇曾阻止过 义父的婚事 他的眼神 突然间变得杀气重重 如果这个人不是义父的话 我会觉得他能杀了云罗 当然不会 眼为心之窗 如果没这样想 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 待嫁女儿信 海棠 你最近太敏感了 我也希望这样 浪儿睡了吗 大嫂 海棠 你有点心事重重的 海棠觉得 义父最近有些不一样 义父这样的大人物 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 现在局势不一样了 心情有所改变也是正常的 是啊 义父撑了这么多年 也许吃累了 不是这种感觉 我不认为义父 是因为一场常年的斗争 已变得安静下来 相反 我觉得他因为扮演 一个新的角色 而无比兴奋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 好事还是坏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想再清澄进去 等找到医刀 还得清白以后 我打算跟飘旭 回到蛇岛 过我们以前平静的日子 海棠 如果你跟万大官人成亲后 不是也可以遨游四海 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 是啊 大愿如此 各位亲家 朕接到了神侯的奏折 他想引取肃心姑娘为妻 并请求朕 册封套为妃子 朕觉得此事有伤权之处 所以请各位亲家前来 听听大家的意见 皇上 恕臣大胆直言 皇上未免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了 婚姻嫁娶乃是微臣的私事 又何须召集两位大臣一起商议呢 皇上 臣魏学征有事起奏 将 神侯此言诧异 皇爷既是皇族的成员 一举一动作为天下表率 怎可以说娶妻风飞 乃是小事不做商议呢 臣文华阁大学士赴铁城有事起奏 说 魏大夫所言甚是 老臣以为 神侯既然提出请皇上 册封其未婚妻为妃 那就不再是他个人之事 而是朝廷上下之事 就让他们说下去吧 那仲亲将认为 这婚事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皇上 皇叔多年独身未娶 一旦成亲 必为天下人所讨论 所纳者是一位民间女子 更有甚者 并非兵卿玉节 而是曾以许配过他人的已婚女子 老臣认为可虑之处甚多 傅大学士 苏星姑娘之前虽然他人有婚盟之约 但魏过门之前 她的未婚夫既已收尽天牢 她还是兵卿玉节 并非已婚妇人 身后此言诧异 一日许配人家 虽然魏过门也是他人之父 假若丈夫早死 那苏星姑娘也应该为他终生守节 这是御府之见 皇上 为臣与苏星姑娘乃是真心相爱 皇上 臣以为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 神侯与姑娘是否真心相爱 那女子是否是皇族 是否兵卿玉节 臣以为先皇有旨 不准神侯迎娶该女子 假如皇上恩准神侯成婚 那皇上岂不是推翻了先皇的遗旨 推翻先皇遗旨祖宗法规 姿势体大 请皇上三思 女子 dich 我要 女子 都 你们 我 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退下 皇儿 本宫听宫女说 皇儿跟神侯在御书房大声争吵 连房外的太监公额都听见了 国有此事 母后不要天心夏日的胡言乱语 皇儿跟皇叔并无争吵 只是傅大学士和魏大夫和他争吵而已 所为何事 神侯要娶肃心为妻 要朕封他为妃子 二十年前 先皇不是已经不让皇叔这样做了吗 曹世纯死了之后 东厂衰败 如今神侯是权倾朝野 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 他一动之下 势必要与朕为敌 他何时变得这样厉害 山谋远利 十年生俱 朕是低估了他 如此看来 你不能和他应拼 不错 朕现在是左右为难 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 他势必会借机闹事 其实封他和妃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不过是一个空闲而已 若真答应了他 那群臣势必会激愤 到那个时候 后果将不肯设想 皇儿 本宫明白了 此事当然最好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样吧 让本宫来查一手 劝退神厚 本宫是他的皇嫂 相信他会听我的 谢母后 谢母后 巫师他实在太固执了 甘娘你也不能怪神猴啊 甘儿子之前跟余罗郡主结婚的时候 也受了很多的苦 宫中的规矩 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而是把我当猴子来戏弄啊 之前还要我 假扮什么 交织国的王子 才让我和余罗成亲的 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 怎么你从没跟我说到过 哎 这么惨痛的经历 有什么好提的 总之痛苦过 拿到双天碰到庄家至尊了 什么双天 什么至尊哪 我不明白 算了算了 甘娘 我看你还是劝神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无谓也跟皇上大人过不去啊 非儿何时变得如此深明大义啊 甘娘你错了 非儿从来都不是深明大义的 只是有些事你明白 不一定做得到罢了 甘娘啊 你想和神猴成亲呢 不如离开这个鬼地方 做一对江湖浪客神仙伴侣啊 原来有人想找借口 又一起离开这里 甘娘不愧是甘娘啊 和儿子一样是明大义啊 常世妃 你来了 是啊 神猴 今天宫中的每一个人 都好像是吃了黄连一样 皇上骂公公 公公骂太监 我最怕看见人不开心的样子 所以呢 我就到这里和甘娘聊聊天 不是啊 非儿怕我闷 过来跟我聊聊天 太阳快下山了 人家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我这个骏马呢 要在日落之前 回宫陪我的骏女老婆 甘娘 神猴 我先走了 你今天见皇上 怎么样啊 没问题 你不必担心 皇上已经答应 无论如何 会准许我们成亲 封你为非 吴氏 你还要骗我 我早知道 成是非是来通风报信的 他怎么说 你刚才听到了 宫中每个人都不开心 而且脾气暴躁 我才不管那么多 我早料到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不然的话 二十年前我们就成夫妻了 苏星 你放心 这一次 我一定要娶你为妃 其实可不可以做妃子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你的想法我明白 你是不想我以众大臣为敌 但是这一次 他们越是反对我 我偏偏愿要皇上册封你